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今早早自负点评的时段 请出今早嘉宾有时资资产董事总经理姚浩然 Patchie 你好 早上 阿天 你好 我们今天谈谈燃气股 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过 看到内地政策上继续推动环保的结智能源政策 煤改气 燃气股这方面你怎样看 是的 我只觉得政策支持下 在中线方面 环保的概念下 我相信燃气的需求都会持续上升 所以这行业的板块都可以提高一线 不如这行业的板块可以提高一线 但我们看到板面上也有不同的燃气股 你又觉得哪一种比较合适 其实我只觉得 相对地 譬如说中国燃气384 它在农村方面 或者在乡家方面 业务的比例上都大 我相信在这方面的煤转气 在各国的情形下来说 其实对于各国的帮助来说 都会挺强的 而且去年业绩的增长都相当不错 在2018年3月底子的年度来说 盈利增长有四成七 预计来说 今年来说 盈利方面来说 继续都会保持一个大概有两成的增长 所以如果你计算市盈增长来说 其实PEG都会低于一倍 所以在估值上来说 都是吸引的 你也说到之前业绩表现都不错 不过见到股价上 其实见到它由今年年中 叫做5、6月的高位 36.2这些高位 下到现阶段 都有一定的跌幅 但是走势上你又觉得 是不是已经是叫做跌定了 还是可以再等定点 我自己觉得来说 走势上其实都在 24元附近来说 都是有个全定 当然再没有转一步下跌 可能都跟市况有些关系 所以如果真的要留意 我计算是先买一转 再看再部署 究竟会不会在股价上 已经存定了 再上升的时候再买多些 就好过一次过买完 如果第一处的话 市价是否应该 可能刚才那样 比如24元 我指洩 又或者是上网是怎么看 24元附近买 上网来说 我计算是可以看 大概27元那些位 如果放在指示位 可以穿23元就走 近期24元这些位 应该都挺强的支持 我都见到24元这些位 好像是一个横的状态 好 我问回你 刚才说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我只没有持有 好 麻烦您的分析 提醒观众 刚才是嘉宾的個人意见 并不是投资推介 做任何投资之前 考虑风险的因素 二老 五老 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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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老